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702集 萧绍荣心中存疑 不由得问了一句 得知皇上昨晚下令 四大世家的人要外出 一律不可阻拦 便不再多问 齐家少主死了 四大世家的人不说人人自危 但确实会不安 这时候不管四大世家的人之间有什么矛盾 都会先停下查清此事再说 要是在这个时候 皇上还不让四大世家的人进出城 必然会引来大混乱 萧绍荣带着四个护卫快马加鞭出城 一路朝燕北军营赶去 这四个护卫是萧家武功最强的四人 是萧家主一定要萧绍荣带上的 萧绍荣本想拒绝 但看到父亲担心的面容 终是没有说出拒绝的话 而当他遇到一波突如其来的刺杀 就更加庆幸没有拒绝父亲的安排 不然他今天就死定了 萧绍荣真的没有想到 暗中的人下手会那么快 昨晚杀了齐家少主 今天他一出城就遇到了暗杀 保护少主 萧家四个护卫实力不凡 面对来势汹涌的黑衣人 萧家四个护卫毫不畏惧地挡在面前 萧绍荣退居身后 看着与黑衣人交战的护卫们眉头紧皱 暗杀他的这批人实力很强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些人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安排人在这里等他 他出城去军营是临时之举 事先根本没有人知晓 这些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派出这么多人在路上等他 可见他一出门 对方就收到了消息 莫不是萧家有奸行 如果真是如此 今天怕是麻烦了 对方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 必然也知道萧家护卫的实力 这个时候派出来的人 实力肯定在他的护卫之上 很快 事情就朝萧绍容所预料的那般 交手不过百招 萧家的护卫便箭落下风 完全不是对方的对手 圣主 这些人是死士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快走 萧家的护卫也知自己不敌 立刻出言让萧绍容离开 但是他们谁敢保证 萧绍容走了就更安全 前路就没有人扶杀他 萧绍容很清楚 对方有备而来 而且准备得极其充分 除非杀死这批死士 不然他就是走了也没有活路 萧绍容 冲在最前面的护卫还欲劝说 可他刚一开口就被死士一刀捅穿了心脏 护卫发出一声痛闷 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流出 举起的刀缓缓落下 当死士将刀抽出 护卫便软软倒在地上 混蛋 萧绍容眼中闪过一抹伤痛 手放在剑柄上 几次欲出手 可终是忍住了 他这个时候不能出手 一旦他出手冲到前方去 必然会成为死士重点攻击的对象 死士不怕死 为了完成任务连命都能不要 出招毫无顾忌 但萧家的护卫不行 他要陷入战斗 必然会让萧家的护卫束手束脚 到时候不仅帮不了忙 反倒会添乱 萧家的护卫 萧家的护卫仍旧没有胜算 留在这里死路一条 后退前行都有可能碰到死士 危险同样不小 此时如何选择 对萧绍容来说很重要 不过萧绍容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 虽说此时退回京城更快 但直觉告诉他 此时冒险去军营才是最安全的 没有任何犹豫 萧绍容上马 策马继续往前奔 黑衣死士看到了萧绍容离开 但他们却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仍旧静止地缠入萧家的护卫 与萧家的护卫打得难解难分 不好 前面更危险 萧家护卫一看这个情况 就知道他们少主离开 并不是最安全的选择 可现在萧绍容都走了 他们就是把人叫回来也来不及了 况且留下来就真的安全吗 萧绍容跑出去后 见死士没有追上来 就知前面一定有更危险的 但他却没有停下来 更没有掉头往回走 对方准备充足 不管他往哪里走 他最终都只有死路一条 与其躲躲藏藏 不如直接面对 不出所料 萧绍容跑出去不到千米 两侧便飞出四个黑衣死士 这四人招呼也不打一声 举起刀就往萧绍容身上砍 萧绍容本身实力不错 但这四个黑衣死士也不差 且四人默契十足 进退防守皆宜 根本不给萧绍容喘息的机会 萧绍容冷冷地瞪着面前的死士 然而回答他的只有死士们毫不留情的攻击 四个死士联手 萧绍容毫无胜算 勉强支撑一阵后 萧绍容便见路败事 然而就在此时 他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同样是四个人 同样是黑衣黑衣不蒙面 但只看一眼 萧绍容就知道他们是谁 你们怎么来了 看到迎面飞奔而来的四个黑衣人 萧绍容眼前一亮 得救了 奉王爷之命来保护你 后来的四个黑衣人 也就是燕北王府的暗卫 看到萧绍容陷入苦战 立刻加快速度 纵身一跃加入了战局 暗卫与死士的本事不相上下 有他们加入 死士不仅占不了上风 还渐渐落入了下风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必然会后退 但是这四个死士没有 他们明知打不过 仍旧坚持应战 不要命地冲到萧绍容面前 坚定地对萧绍容出手 死士主攻萧绍容 暗卫为了保护萧绍容 不免有些束手束脚 嫌萧绍碍眼的暗卫 立刻出声 让萧绍容后面待着去 别妨碍他们杀人 萧绍容并不是争强好胜 是非不分的人 听到暗卫的话 乖乖地后退 把战场让给旗鼓相当的四人 没有萧绍容爱手爱脚 当然也没了萧绍容拖住主力 暗卫与死士打得难分难解 难分胜负 直到躲在后面的萧绍容 寻到一个空档 下黑手弄死一个死士 局面才发生变化 现在四对三 死士没有胜算 萧绍容终于脱离了危险 然而 就在萧绍容脱离危险的时候 另一个身份不弱的人 却死在了城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